不讓細碎變淚水 這些你一定要知道 夏天快到啦 許多人喜歡玩水消暑 卻也有不少人溺斃死亡 為了不讓漢事一再發生 紅獅智慧要教大家救你五招 可以救人及自救 要強時間能量 紅獅智慧也特別點出 三大危險水流 要民眾特別注意 也教大家如何自救 首先我們到海邊吸水時 面對這片海 你會到哪一區玩 其實看起來風平浪靜的 比較危險 因為風平浪靜的水面下水較深 易形成危險水流之一 離岸流 當海浪從深水處前進到岸邊時 因為水底的深淺不同 而在岸邊形成水流的循環 在較深處 水流會聚集 形成一股快速移動的強行水流 將人帶離岸邊 若不幸陷入 千萬不要和離岸流對抗 可是要設法往兩邊滑開 再來是河川常見的滾輪流 因為水位高低落差 水流從上游沖下來後 會形成灰流 人如果說落到這種水底的話 就會被一個水帶到水底下 然後再把你沖上來 再把你拉下去 這時可將身體呈現直立狀態 沉入水底後 跟著水流下游離開 最後一個危險水流為溫月城 常見於湖泊及水塘 因水面受陽光照射升溫 與下沉水流 可能產生攝氏六度的溫差 都冒然下水 下半身溫度會驟然下降 你沒有辦法適應的話 就會產生意外 由於一般民眾無法判斷 是否有溫月城 萬一發生危險 也較不能自救 處長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到 沒有救生員的湖泊及水塘細水 以免發生意外 其實沒有開發 沒有規劃 沒有救生設備 沒有救生人員 進出的地方 通通都是危險水域 董新聞台北報導